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昨天谈到我们修学 从因缘上看 我们都是成年才开始学习 所以成年以前 像以成德 二十多岁才接触到师父上人 经典当中有说 少成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所以没有学佛以前的思想 行为 习惯 都得要下一番功夫 才能慢慢把它扭转过来 就像我们昨天提到 修身为本 教学为先 我们面对任何事情 我们有没有习惯 都从物本 从根本 去思考事情 《论语》第一页就有提到了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身 假如以自然界来比喻 我们今天要让一棵树成长茁壮 我们要把水 要把肥料下在根本上 假如我们把水跟肥料下在树叶上 那可能达不到让树成长的效果 可能还有副作用 就好像我们现在解决问题 不从根本 都从枝末上 会延伸出 额外的负面影响 就像我们 比方说身体得了严重的病 我们只想 比方说肿瘤了 我就把它切掉就好了 好像就解决了 事实上切掉之后 身体也受到一定的损伤 但是假如 得病的人 能够从根本去思考 主要的原因 还在我自身 我的饮食习惯 我的睡眠 做习的习惯 就像皇帝内经 就有提醒了 要食饮有节 饮食要有节度 不能暴饮暴食 而且要能定时定量 还起居有长 不能熬夜 也有报道 抑郁症的人 很大的比例都熬夜了 所以它的阳气就很弱了 我接触一些大学生 他们 一般睡觉 都差不多两三点了 才睡了 十一二点了 还很早 所以这个大学的风气 我们学校领导 还有老师 也要重视起来 不然学生念 四年的书 身体可以搞垮了 因为身体是一生学业 道业 事业 家业的本钱所在 所以经典 对我们的生命确实是很重要 忽略了 《黄帝内经》 包含《四书五经》 这些做人的道理 那我们的人生可能会 在很重要的一些环节当中 忽略掉了 所以起居有常 还不忘坐牢 这个牢 应该不能透支身体 这个也包含 要节制欲望 应光祖师都有提到 现在真正 自然寿终正寝的人 很少了 不懂这些 养生的分寸 《无量寿经》上说 世人共争不及之物 我们人生 健康的身体 健康的人格 健康的思想观念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往往 工业革命以后 这个大环境的一种氛围 让我们会太在意物质 太在意看得到的东西 忽略了 看不到 但是特别重要的部分 这个都是很值得 我们放慢脚步 从自己的人生过程 来体会 来观察 那我们当父母老师 就更能掌握人生的轻重缓急 像这个物质 快速的发展 人就容易攀比 物质的享用要攀比 包含才华也要攀比 分数 考试分数也要攀比 搞得每个人压力都很大了 家是心灵的避风港 假如家里都是看这些外在物质 看得很重 忽略了心灵的关心 爱护 那很可能 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 压力就很大了 这个抑郁症的调查 也都有提到 很大的比例 都是家庭的结构 比较不理想 等于是缺爱了 我们佛门 有一些阿且陀药 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叫万病种治 这个世间的问题 也有一帖 万病种治的药物 就是爱 不管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只要我们能 给予无私的爱 很多问题 都能够慢慢解决 所以我们昨天 台湾元英法师 他所提醒 我们修学的人 有三个部分 要注意到 不要走到误区去了 首先提到 好多 不好精 喜欢学很多 但学不深入 学不专精 真正遇到境界 提不起正念来 不知道用什么 经教来对质 就像我们 长期听师父上人 教诲 我们真正遇到事的时候 老人家这些教诲 我们能不能马上提起来 所以不再听得多 而再能够入心 能够去把它实践 所以师长也说 我们学佛 是让我们把贪放下 不是换对象 贪劳上的法 要听很多部 我们重要 要把它听深入 进而 能够去把它 落实好 从一部经 我们体会到 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那从这一部经 可以触类旁通 到其他的经教 那第二个部分 是求解不求证 喜欢听经 理解这些经教 但是没有去行 没有去体正 那第三呢 是逐末不求本 那这个结果会 舍本逐末 本末倒置 我们冷静 回想我们走过来的路 我们在解决家庭的问题 解决生活工作上的问题 有没有一些问题 感觉好像一直存在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 很好地解决掉 好像有一种 恶性循环 在其中 那 这些现象 我们 能够 观察观察 我们 在处理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 思考 根本上 应该怎么来 处理 论语当中讲的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我们注重根本 家道 事业之道 学业之道 能够 很好地来发展 那像我们 能想到的 根本 比方 君子物本 修身为本 大学里面有讲 至天子 以至于素人 一是皆以 修身为本 那我们在面对 家里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 首先思考到 我得从修身 开始做起 假如我们 心里面 都是放着 家人的故事 那我们的习惯 就不是从 这个修身 的本 来解决 问题的了 那修身 又以什么 为本 又以修心 为本 心正 而后 生修 那心正 又以 义成 为本 义成 又以 知智 为本 知智 又以物格 为本 所以这个修身 为本 就让我们想到 鲁家 世书当中 大学说到的 两纲八目 大学开篇就说了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于至善 这第一句话 其实就告诉我们 发愿的重要性 跟佛门讲的 特别相应 劝发菩提心文 醒安大师就有提到了 常文 入道要门 发心为首 修行 集物 立愿 居先 愿立 则众生 可度 心发 则佛道 堪成 苟不发 广大心 立坚固愿 则众经 晨洁 依然 还在轮回 就是这个 菩提心 没有发出来 纵使经过 晨洁的修行 也是很难 脱离 轮回 虽有好心 总是徒劳 辛苦 那大师影了 华严经说的 故华严经云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那这个话就很重了 没有发菩提心 修一切善法 是摩业 而且 而且这忘思 这忘思都会变成 磨叶 更何况还没有发出来 那我们佛门 修行 修行 李秉兰老师 有提到 不能走 三世愿 第一世 修福 第二世 享福 第三世 就堕落下去了 因为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所以 就像梁武帝 他为佛门 做了那么多事情 可是他的心地 有求人赞叹 求人赞叹也是好名 他这个 没有割除掉 这个浩鸣的习气 他物没有格 知就没有知 意没有成 心没有正 他就不能用真心 他做这些事 有染拙 做这些事 就不是功德 所以当他有那一念 要人家赞叹的心 就把他 在佛门做的 那么多好事 他护持几十万 诸家人 见着寺院 上百 但这一念 求明之心 就把他所作一切 翻转成 轮回的善业 轮回的福报 所以这一个公案 我们也得重视 他们很可能都是视线 来提醒我们 这个菩提道上 清净心重要 修行人 不能求世间的福报 世间的虚名 所以大臣法应说到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至净其义 世诸佛教 断恶修善 不着断恶修善的相 心地还是清净 这个才是功德 所以这个善用心 很重要 所以十八愿说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极乐世界 不求明 也不求 世间的 这些果报 不然 一有求了 第一事 所作一切 变福报 第二事 就享福了 我们冷静看看 自己身边 有钱 有地位的亲戚朋友 在享福当中 清不清醒 想着想着 都会视为理所当然 所以交富贵子弟 比交贫穷子弟的难度 高很多 因为孩子从小了 不愁吃穿 所以顺境 淘汰人 逆境 磨炼人 从小都吃苦的人 人家给一点帮忙 他感激得不得了 从小福报很大 人家送很好的东西给他 他看一下就放在旁边去了 不珍惜了 所以顺境不好修 家里富贵 要交职 要以曾国藩先生为榜样 曾国藩先生强调 孩子不能睡懒觉 而且家务都要自己做 不然他就在福报当中 养尊处优了 我们英国汉学院 整个孩子吃啊住啊 环境都不错 要在这样好的环境 修学啊 那警觉性要很高啊 要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啊 不断增长感恩心才行啊 不然生活环境这么好啊 容易退转啊 这一次看来到我们学院啊 我们学院吃得很好 住的环境也都不错 所以这个不能忘失菩提心 所以有一个同学啊 有问到了 如何正确的帮助自己啊 立定一个长远的志向 如何正确抉择的人生方向 那这个就是要发菩提心了 我们人能够先把人生的最后一刻 看清楚啊 再来经营人生就不一样了 人生的最后一刻啊 我们还没有经历过 但是在电视当中应该看过了 双手双脚一摊 而且是伤长两短啊 最后一口气吸不起来 走了 所以佛陀曾经问学生生命有多长啊 第一个学生说 几十年之间呢 佛陀说你还不知道 第二个说啊 在一餐饭之间呢 佛说你还不知道 第三个弟子说呢 在呼吸之间呢 佛说你知道了 所以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讲 招闻道 细使可以啊 闻道 明道了 才能不再搞轮回啊 不然 一日无常道啊 方知梦里人啊 印光祖师在文操当中啊 有提到啊 哪怕是我们修行之人啊 都被无常吞啊 哇 这个吞字用的 让我们印象深刻啊 我们也接触到 一些学佛的家庭 我之前遇到 十七岁的孩子 得了胰脏癌啊 他自己没准备 家里的人都没准备 为什么觉得 那么年轻 哇 一下子六神无主了 那个吞字啊 厉害了 就开始 假如经教没有很深入啊 就开始找一些 还有哪一些方法比较快了 不见得能 对这个万德鸿鸣啊 深性不已啊 那在佛陀那个时代啊 有一个商人啊 他知道 这个世间呢 有一个大觉的圣人 他就把这个事业先放下了 尽全力啊 要去找到佛陀 向佛陀请法 好不容易啊 让他找到了 他马上向前呢 请佛陀开示 刚好啊 佛陀在托波 旁边的弟子啊 就对他讲了 你让佛陀啊 托完波 你再来 请法 这个商人说 人生无常啊 请佛陀慈悲啊 可不可以当下 为我说法 那佛慈悲啊 横顺他 满他的愿 开示没多久啊 他证了阿罗汉啊 后来佛就继续脱波了 他一根佛陀分离了 没有一会儿的时间了 他被一只牛啊 给撞死了 我们看 这一个事例啊 假如他没有坚持 让佛陀给他说法 他被那一头牛撞死 是他那一天的定业 而他先听佛说法 他证阿罗汉果了 他就不轮回了 所以招文道 细时可以啊 那这个故事啊 也提醒我们啊 无常随时会扑向我们了 诸位同修啊 这个 Are you ready? 大家准备好随时 面对无常了吗 当我们觉得 我还不会啊 那这一念呢 很可能就让我们 不够精进了 昨天我跟几位同学们 他们都二十出头而已 我说当人会觉得 我还年轻啊 这个念头啊 你就会以仗 会仗势其极啊 阿难尊者为什么不能证阿罗汉 因为他有靠山啊 我的堂哥 是佛陀 其实我们善于去体会啊 我们 看到这个势力 我们可不能想 我的佛陀不是堂哥 就没了 他每一个势力啊 是让我们去体会 那个毅力 就代表一个人 你只要还有依赖 你依赖外在 依赖自己的地位 财富 甚至是年龄啊 那 自己的境界 想要向上提升呢 不可能的 所以新年新希望 精灵 我们能不能把依赖放下 修行啊 要从最难处刻下去 这格物啊 要下这样的功夫 了凡世训 也是提到 孔子在论语说 先难而后祸 要从最难的 刻下去 最放不下的 去下功夫 难的能克服的 其他的就 不难了 那我们真的看到 生命最后一刻 看清楚了 什么都带不走啊 那对身 这个身体都带不走啊 对身外之物的贪求啊 就会减少了 然后我们去思考啊 什么是带得走的 什么才是真正 留得下来的 这都要 有智慧啊 带得走的 是佛号的功德啊 是普贤行的功德力啊 可以带走 在普贤行运品里面 有提到 人灵终的时候啊 你所有的东西 包含身体啊 都会坏掉 眷属 这些姻缘啊 都开始 拜上吊了 但是普贤的功德力啊 会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我们昨天讲到了 不恶法门啊 所以普贤行 就是我们的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 接物 那留得下来的 三字经提醒了 人已子经满营啊 我交子为一经啊 所以把好的家道啊 传承下去 这个祖宗虽远 既是不可不成 子孙虽语啊 经书不可不读 应该把正确的家道 做人做事 传给下一代 那不明理的人 留很多钱啊 给后代 我在台湾有看到 很大的企业家 留了不少钱 老祖宗在这个前置 有提醒我们了 左边是一个经啊 右边两只刀子了 代表经子太多了 钱太多会怎么样 会打 会争啊 结果这个企业家 留了很大笔的遗产 结果子孙摆不平 一直还在诉讼 结果他死了 放在棺材里面了 三年都没有下账 你看他 一辈子赚那么多钱 结果是什么 这个话就不好听了 所以人要有智慧 不要自己落得 都不能下账 然后子孙 还永无宁日 在那里 争财产 所以把人生 最后一刻看清楚了 要来思考 什么是带得走的 什么才是真正 留得下来的 那就真未生死 发菩提心 因为不出轮回 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要解决 究竟苦 得到究竟乐 一定要出轮回 那我们要出轮回 就要行菩萨道 就是儒家讲的 大学之道 我们不发菩提心 不行菩萨道 我们能做什么事呢 我们假如不行菩萨道 我们要干什么 那我们只有一条路 而且这一条路 是生下来 我们就没有停下脚步了 人从生下来 那一刻 就没有停止脚步 往坟墓走 而我们在几十年的生命当中 师长有讲到 三善到消福报 三恶到消罪业 所以善道是把我们过去修的福 然后把它花光 我记得出学佛的时候 师长有讲 我们在人道 在山善到 观光旅游 三恶到 是老家 黄老说的 山徒一舵 五千节 所以这个三恶到不好玩 不能下去 而当我们在善到里面 在人道 是消福报 冷静看看 人在享福的时候 照不照业呢 很难不照业 照的大部分是三恶到的业 几十年 生命没有了 然后堕下去又是五千节 这个冷静想一想 得要慎重 考虑了 得要修行 得要行菩萨道了 不然都是搞轮回业举了 而且要破釜沉舟 我们也没有后路可以退了 诸位同修 有没有后路可以退啊 后路只有一条 就是轮回啊 我们得要杀出重围了 我们得要学赵子龙 救阿朵了 前面再困难了 我们得冲过去了 就像 师长提到的 消福报 我们别的不举啊 就举一样就好 吃 这几天过年了 每一户人家 可能不少大鱼大肉啊 那任言经有讲啊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吃他半斤啊 还他八两啊 那我们光是 这个吃的问题啊 就不知道要还多少命债啊 那命债要到畜生道去还呢 所以这些问题啊 想清楚了 那就 不会把人生呢 拿来只是想乐了 就能看得破了 就能看得破了 想这些乐啊 造的都是三恶道的因啊 那是真正在害自己的 所以我们看清楚这个世间呢 那我们第一个长远的志向 就是行菩萨道 自觉觉他 就是大学之道 自觉就是明明德啊 觉他就是清明 自觉觉他就圆满 就是止于至善了 所以大学是两纲八木啊 那我们2023年呢 过了两天了 今天是出三了 那我们这两天 我们的明德啊 有没有恢复一点 我们这两天 有没有利益到他人 所以这经典就是生活 我们立的这个志向 每天得提醒自己 有没有在自觉觉他 自爱爱人当中啊 不断提升 那这个就是很明确的志向 也是人生的方向目标 在哪里提升自己跟提升他人呢 在每一天所遇到的每个人是静缘当中 何处是道场 何处是道场 处处是道场 我们在每个境界当中 我们情绪没有受影响 我们随缘妙用 借由这个缘分 提升自己呢 也护念到他人呢 比方说我们当父母的 当下遇到逆境恶缘呢 我们能修忍辱 那孩子看得敢配 还有爸爸妈妈修养很好 你自己提升了 孩子也得利了 诸位老师 诸位家长 我们的孩子 以后面对的社会 比我们单纯还是复杂 复杂 那他们现在 他德行的根基 要立的比我们还要深 那他做人做事 包含解决问题 面对问题的 这些能力要更强 那请问我们什么时候教他们 怎么面对逆境恶缘呢 那就在每一个当下 我们就在用深教 在带动他们 在影响他们 那我们现在遇到逆境恶缘 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看大家的表情 好像不是好事的状态 我们看佛陀 他遇到割力王 割结身体 好事还是坏事啊 他给后世所有 他老人家的弟子们 一个最好的忍辱榜样 没有诚会 没有报复 而且借这个缘呢 快速提升 本来在弥勒菩萨之后才成佛 就因为这样超越了 我们观察师长 因为我们跟他老人家学啊 我们得观察 他把六度普贤诗愿 怎么用出来了 那我们看到 对我们世间人来讲 晴天霹雳的事 那老人家快速提升了 离开台湾的时候写下了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一切逆境二元都是感恩 他对自己的成就 离开新加坡 写了两句法语 处逆境随恶缘 无诚会 业障净消 随顺境处善缘 无贪吃 浮惠权限 那代表 顺境逆境善缘恶缘 都是来帮助自己提升的 那师长这两段法语 我们放在心上 那这个兔年过的就是 日日是好日的 时时是好时的 人人是好人 世事是好事的日子的 大家喜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过这样的日子 那我们现在的身教 就在指导他 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好 所以 有一个长远的志向 很重要 我们发菩提心 目标明确 我这一生要了脱生死 我要去极乐世界做佛 树立这个目标了 我活在这个世界一天 就是行菩萨道 就是行大学之道 对自己 对别人没好处的念头 言行 不起 不做 只要起念了 只要讲话做事了 就是真的能够 利人又利己了 其实自他不恶 我们在利人的时候 就好像教学相长 我们自己也越来 越来 越为人着想 越来 越把自私之力放下来了 有一个片子 有一个片子 叫商道 医道 医道 我们有把这个医道 剪了一些精华 因为 这是连续句 蛮长的 我们现在时间宝贵 把比较重要的 把比较重要的 剪出来 这是一个真人真事 是韩国的 一位中医 他里面有提到一段话 他说 当我们在救一个病重的病人 把他的命救回来了 事实上 他也让我们的慈悲心 更发出来了 好像救了人 其实也是自己 救了自己 自己的真心 越来越显现了 所以利人 绝对利己 这是不饿的 好 那我们 发了愿 树立这个目标 那怎么下手呢 八目 明明德 格物自知 诚意振兴 清明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那师长有一句法语 这几天都跟大家交流到 老上讲经 他每一句 是他一生修学 讲学的智慧 加上他人生的阅历 我们不能呼伦吞吊 不能走马看花 他老人家轻轻的讲 我们得要重重的听 师长 师长应该讲过很多遍 自己不能度 而能度人者 无有是处 那这一句话 我们用在大学的经文里面讲 自己没有明明德 而能清明 不大可能 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当父亲 我脾气很大 我脾气很大 有实力 有实力 到这样的家 其家不可教 而人教人者无知 他的家庭都没有很好的去经营 但是他到处做公益 到处讲课 当他的家庭出现状况的时候 他以前所做 反而产生负面效应 在台湾有一个公众人物 他也是公益的形象 有一天 他的儿子犯法了 被抓到警察局了 之后要判罪了 这个新闻在台湾传开来了 一片哗然 后来这个公众人物 就没有再出现了 他给社会一个负面 的影响了 哎呀怎么 这说很好心的人 连家都不顾啊 我们也曾经听一个老太太讲 说我那个媳妇 每天出去给人家讲孝道 也不煮饭给我吃 这很麻烦啊 我记得在卢江的时候 遇到一个交易局局长 他跟我说 我们当地啊 有一个幽远园长啊 他学的佛啊 这个幽远不管啊 跑到我们当地的一间千年古事啊 去做义工啊 这个园长说啊 在千年古事里面做义工有功德啊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交易局局长又没有学佛 他这个故事听谁说的啊 这不知道传了几个人啊 这给社会的负面效应就很大了 所以印光祖师有说啊 纵使是达摩祖师再来啊 他的教导呢 不会超过哪两条 敦伦敬奸 敦伦敬奸 跟老实念佛 因为我们佛弟子不敦伦敬奸啊 会给社会很不好的负面影响啊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小臣啊 是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因缘的特殊性啊 我们有儒家跟道家 取代了小臣啊 小臣经佛讲了十二年耶 方等八年耶 接下来纯大臣波勒二十二年了 这是佛门的大学啊 再来法华涅槃八年了 那个是研究所了 可是要先有基础啊 所以为什么师长一直强调扎三根 我们要有这个基础啊 我们大臣才能学得上去 我们这个治国平天下才达得到啊 所以这个赤地啊 不能乱了 是用我们的明明德去清明啊 用我们的不贪不撑不吃不慢不移 去给我们的家人朋友种善根啊 昨天还跟一位同修聊到 觉得自己啊最幸福的 就是父母啊对自己的影响 其中有一条啊 没有控制啊没有占有 就像成德俗家的二姐 她在美国拿到博士了 问我父亲啊要不要回到台湾呢 我父亲讲了 你觉得你在哪里发展好 在那里工作好早 你就在那里就好了 其实意思就是你就留在那吧 在那里假如好发展的话 那二姐还是回到台湾了 就是没有控制要求 后来我俗家二姐回来 也在学术界找到很好的工作 所以实在讲啊 这个该是你的 跑都跑不掉 而我们受到这个身教的影响啊 我们自己对人呢 也没有控制要求 这一点啊 少掉很多烦恼 我们一有控制了 对方不听我的 我可能就生闷气了 再来我们有付出啊 就会有求回报 所以父母也给我们示范了 不求回报的爱 那我们潜移默化影响呢 我们的付出 也没想着要回报 那就不会有啊 求不得的痛苦了 诸苦皆从贪欲起啊 我们有贪求 才会有这些烦恼 产生呢 所以 父母他们的处事 这个无求的付出 没有控制要求 这个也是格物的功夫啊 这个明明德啊 大学当中指导我们 从格物下手 那师长呢 对格物啊 给我们具体的指导 首先呢 把十六个字放下 知识自立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坦诚之慢 那我们呢 也要洞察到 时代的变化很大 在一百年前呢 一个家呢 少则七八十人 多则两三百人呢 在那样的家庭氛围 成长 每一个人呢 从生下来 他的外在环境呢 他就不容易只想自己了 他会为父母想 他会为整个家族着想了 可是我们现在变小家庭了 所以假如啊 我们父母的 这个教育的敏锐度不够啊 哇 那一个家里面 父母啊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通通围着这个孩子转 那他不成为 小皇帝 小公主啊 都很难啊 那首先我们自身呢 有可能 我们现在当父母呢 我们也是独生子女啊 那孩子降临呢 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真上员 我们得把自私自利放下 我们才能 带动他 不自私啊 那师父呢 有一个法宝 直到我们放下自私自利 念念为他人着想 我们真的把它落实三个月啊 慢慢慢慢就养成一种习惯 我们的念头啊 我们的念头啊 很容易第一念呢 就想自己了 这个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了 第二个呢 明文立啊 明文立啊 那 谈到这个格物啊 刚好 有同学 问的问题 我们顺道啊 我们顺道啊 一起探讨一下 因为这个都跟 格物有关系了 好 学生想请教 在如今 纷乱的社会环境下 我们虽然能发心学习传统文化 但 学生看到 大多数人 都难以坚持 甚至有很多是从小学习传统文化的孩子 长大 一遇到污染 就难以致辞的 退转 堕落 而且也没有正规的学历 谋生都有困难 因此学生不采浅漏 藉此啊 想请教 我们在面对物欲的诱惑 以及他人 负面经历的影响时啊 应如何看待 如何面对 才能避免退转到心 不忘初心继续修行 首先提到啊 大多数的人难以坚持 我们都看过西游记吧 西游记有九九八十一关 那得八十一关全过了 才到达目的地啊 有些人可能到第十关 有些到第五十 第七十 但是毕竟要全部通过啊 才能到彼岸 才能到彼岸啊 所以廉池大师有说到啊 造业则百啊 为善则一恶啊 我这个世间哦 造作罪业的人一百个哦 为善的人才一两个哦 为善则百啊 向道者一恶啊 他行善啊 我做个好人就好了 干嘛要修行呢 干嘛要吃素呢 干嘛要改脾气呢 他是个善人 但他不一定愿意啊 修道 所以为善则百啊 向道者一恶 向道者一百人啊 坚久者一恶啊 坚久者百啊 坚之又坚 久之又久 直至菩提啊 不退转了 又只有一恶啊 我念到这里了 大家有没有一点头晕呢 好 我们换一个方式啊 用数学百分之二乘以百分之二 我已经是一恶 我用恶算了 百分之二乘以百分之二 乘以百分之二乘以百分之二 一分之十六 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七十亿人 七十乘以十六啊 八百四十 西十五 正五 第二广之二 第二广之第二广之二 一个三十五 一片三十六啊 一个四十八四 那么一点大이는 那当然我们也不要太悲观 悲观也是一种习惯 所以我们要positive 不要negative 这真的是一种习惯 有一个父亲 他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超级乐观 一个特别悲观 他就想把它调整调整 他就买给老大一个 当时候最好的脚踏车 想让他高兴 结果这个大儿子一看到车子 就很沮丧 我骑上去一定会跌倒 一定会流血 他爸爸有点无奈 看这个小儿子太乐观了 给了他一堆马粪 这个小儿子一看到马粪 在整个家 跳来跳去 在那里找马在哪里 他爸也不得不买马给他了 一切法从心想生了 你都是乐观 很阳光面对 这个境界慢慢慢慢 就转成阳光了 我们是弥陀弟子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 没有一个角落 都不光亮 所以我们现在 要跟阿弥陀佛相应 我们的心里面 也不能有阴暗的角落 以前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时 我们看 我们过去的阴暗 有没有放下 自己照镜子就知道了 相由心深 因为我们的心会反射在脸上 假如你过去的事情 常常还会想起来 隔在心上 人的相看起来 就不会太开了 尤其额头不会发光 其实很多生活的细节 包含我们身上的 这个面向种种 都可以堪厌我们的状态的 所以修行不能出心大意 就好像我们前两天 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那个门 砰 关起来 有没有 那个是检查什么 检查我们 心 安不安定 一听到声响 我们吓 吓了一跳 就心不够安定 这只鸟配合得不错 大家有没有突然在马路当中 突然有一台车 向你冲过来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这个时候说妈 那就找妈去了 这个时候假如 阿弥陀佛 那这个是 代表我们这个佛号 强者先迁 掀起来了 假如是 那可能去的地方不是 所以这个修行不能出心大意 心在何处 心在我们每一天 六根接触六成 面对人事物当中 我们都在起作用了 我们能观照得到 我们 这一天就知道 自己有哪一些过失 要修正 发现自己过失 叫开悟 改正自己过失 叫真修行 那我们积极的来看 这些学子 他可能学了五年离开了 学了十年离开了 我们惋惜 但他假如真学了 这些都是修身齐家的 治国平天下的教导 对他以后有没有帮助 一定会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不要太消极了 所以我们珍惜缘分 不要因为这个缘分走了 我们在那里 遗憾 我们珍惜当下 这个缘离开了 我们心里也没有遗憾 那 长大 一遇到污染 退转 我们这个世间修学 静一退九 外在的缘 内在的烦恼 挑战都不小 我记得师长 在六合静的会议当中 有提到 现在归二郎神馆 一个是豺郎 一个是色郎 你看现在大学生 都想着 哇 我要赚钱 很少有人想 我要修身 那这个 在大学里面 男女关系的挑战就很大了 那很多家长就担心了 哎呀 我孩子以后去读大学 怎么办呢 你看这一个念头 有没有君子物本 身 有所恐惧 有所忧患 不得其政 人对未来有担忧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安住当下 人能够提升境界 他就是能够安住当下 来用真心 他在担忧未来 在懊恼过去 他的心烦恼做主了 这个道理跟念佛一样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不然这个念佛里面 就有未来烦恼 过去烦恼 在里面了 所以我们要护好自己的心 心正而后深修 深修而后交起 我们要护好自己的孩子 首先我们得护好自己的心 这个都要误本 不然我们每天超很多心 也很为孩子想 但是好像影响有限 因为我们就没有展现 一种修行人 不被烦恼控制的样子 给孩子看 那这些叙述 其实也让我们思考到 要成就一个人才 没有十几年以上 不间断的修学 不容易的 有的读了十年的经典 传统文化 结果出国留学去了 也是退转的蛮快的 所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其实也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能够一直在 传统文化 在佛法的环境 继续学习下去 昨天我们 越南的老菩萨 他们都八十多岁了 他们很实在 很淳朴 你看他们对老人家 教法的信任 那种 道心 他就不动了 我就在这里往生 那大家功德无量 好好护持这两位老菩萨 护持 我们这一方的老菩萨 他们的善根福德因缘 非常具处 我们护好了 那这里出好多阿维越智菩萨 这都是因缘具足 那 有人离开了 我们也 别挂爱 我面对离开的同仁 当然首先要反省自己 他的离开 跟我有没有关 跟我有带领的团体 有没有关 进一步 期许自己 我提升的越好 团体经营的越好 他看到了 他会再回来 我们不要生烦恼 我们把它转成一种 向上的动力 所以学佛 我们就是学转念 转烦恼为菩萨 化为基 为转基 化悲愤 为力量 那 这里有提到 他没有正规的学历 所以师长在90岁的时候 创立了英国汉学院 我们去念 没有学历也可以念 可以考预科班 就可以上大学了 很巧 这个冥冥中 有佛菩萨祖先 还有牢上威德的加持 所以我们学校很多 读经读十几年 刚好学校办出来了 他们就可以去读了 那这里也提醒我们 父母 父母不要逼孩子 一定要这么走 因为每个孩子过去生的 因缘积累不一样 行行出状元 行行都可以行菩萨道 你不要硬逼着孩子 其实他可能 艺术方面 比方说医学方面 他有这些天分的 但是我们逼着 你没有其他路走 你就是要做蔡老师才行 连我都被拉下水了 变成帮凶了 这样你会搞得 这个孩子反感 要顺势而为 强摘的瓜不甜 你看这个六成 在给我们说法 我们容易急 容易强求 所以夏连老说的 神聚目断 炎低石穿 水到渠成 瓜属地落 经照狐移 照就是很急照 经就是自以为是 狐移 经典这样讲对吗 应该我的方法比较好吧 欲速转持 你想要很快 反而 适得其反 人人红道 飞道红人 是我们父母 是我们父母把经典 做出来 去感动孩子 而不是我们父母把四书五经压在孩子身上 我们是很容易产生 我们是很容易产生这个好为人师的态度 我们本身就带这个喜气了 所以孟子说 人皆好为人师 佛门讲 佛门讲四大烦恼 藏香水 那个我慢 就是其中之一 刚好我们有一个老师 到欧洲班 都是线上的 给孩子上课 有一个孩子迟到了 迟到的时间还不短 孩子迟到了 当然当地的家长 有点不好意思了 结果这一位老师 看到这个学生上来 第一句话就说到了 孩子啊 你吃早饭了没有啊 那欧洲这些家长听了 他们就出动了 他们本来想 这个老师会怎么说 你怎么吃到这么久啊 这个可能先讲一对道理 那这个孩子听到了 会不会触动他的善根 因为他可能已经准备好 因为他可能已经准备好 要IP了 我们首先是 有没有替这个孩子 着想 论语啊 一百多次提到 人这个字啊 我们一直在让孩子 你要背论语哦 那我们有没有把人爱 展现给孩子看呢 好 那所以 夏老这个法语啊 我们得要静下心来去体会 我们现在能 这个浮躁的心能定得下来 就是一件工程 我们在整个大环境当中啊 不知不觉啊 就很容易着急 一睁开眼 快快快 吃饭了 快快快穿鞋了 快快快上学了 快快快赶公车了 这个我母亲 说他 这个五六十岁的时候啊 有时候做梦 还梦到十几岁赶火车的情景啊 你看那个弱的印象太深了 我们了解自己啊 也要体恤孩子 他在这个大环境 也是心也容易着急起来的 一着急啊 就很容易控制要求了 就容易上火了 那 我们不能攀缘 这个孩子 他很愿意相应 你当然全力支持他咯 他不够相应啊 你不能勉强啊 为什么 你攀的缘啊 到头来 他学不上去了 结果他又没有学历 最后他会怪谁啊 他会怪父母啊 他会怪老师啊 所以父母老师都不可以攀缘哦 我们 我们 能够在家庭当中 落实好 他也每天在熏悉啊 包括你求观音菩萨 你求观音菩萨 他哪怕到体制学校去 能遇到学传统化的老师 观音菩萨很可爱的啊 我昨天 我昨天听到我们同修讲 他的太太 要求对象 就开了好多条件 最后啊 找到他的时候呢 一条 每一条都是 符合的 连戴眼镜都有列上去 这个观音菩萨是有求必应啊 当然要如理如法求 一定是你修学精进啊 那菩萨满你的愿 他不能强求因缘 那因为呢 你跟孩子的展现 都是没有控制要求 然后你每一天 都把佛法展现给他 他对佛法 对传统化的爱药之心 会不断挣扎 说不定啊 等到成熟的时候 要把他电脑很强 最后音缘成熟了 就到我们的团队来做了 或者厨艺特别好 那这个说不定 我们装饰的衣钵 就传给他了 你这些人才啊 他最后很自然的回来了 那个都是家庭里面 不要毫发 这水到渠成了 花熟地落了 那这里具体啊 还提到了 我们面对物欲的诱惑 我们刚刚谈到格物了 放下知识之力 放下五欲 就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财 舍 明 食 碎 我们说 看得破 放得下 看得破 是明理 放得下 是功夫 我们知道 命理有时 终须有 那我们就不会去 强求财富了 理得 心才能够安 那面对 射 射至头上 一把刀 我们说 一丝足成 千古恨 所以应光祖师 有指导道 能面对 这种境界 做不静观 其实我们人身体 九孔 常出 不解之物 包含应主 指导得很具体 面对 年长的 女性 当妈妈看 其实 妄心 都不是真的 我们把它当真的 它就控制我们了 妄是虚妄的 虚的 烦恼贼 做贼 心虚 你正念线前 它就污染不上 圣狂之分 在一念之间 有一个读书人 面对一个人来请教 他觉得这个色欲 很难 他就告诉他 所以今天 帮你安排一个 这个地方 长得最漂亮的 妓女 你冲过去了 把那个 把那个 这个 违藏 掀开来 一看 你妹妹 当下你会怎么样 你把那么强烈的欲望 当下变什么 你怎么在这里 请问这个 这个情欲 真的还假的 马上就没了 所以面对 年龄差不多了 当 姐姐 妹妹看 面对比自己小的 当 女儿看 其实都是转念 那再强烈一点 应主说 当毒蛇看 真的 那个一咬 我们就没命 你的家庭就毁掉了 这个是色 尤其 我们都知道 这个后遗症很大 你看现在堕胎那么厉害 那堕胎 一见 那是地狱的夜暴 堕到地狱去好久 所以面对欲望 咬紧牙关 此身正无量寿 老和尚这一句法语重要 大家想一想 咬紧牙关 最后换个无量寿 好不好 很值得 那可能有人要问 要咬多久 要不要咬一辈子 你真咬三五年 食恶勉强 慢慢慢慢就习惯了 就比较不会受境界的影响 其实我们面对诱惑 容易立不住 是因为我们的 正气不足 就像外面都有病毒 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感冒 因为抵抗力不够 凡为外所胜者 皆内不足 凡为邪所夺者 外面这些邪的染污 皆正不足 所以我们不要担心 孩子未来面对的社会染污 我们应该让他的正气 让他的德行都更扎稳了就好了 而这个五欲 只要我们的精神层面提升 这些欲望自然慢慢就下降了 都要循序渐进 而且我们对自己要 言以利己 对别人要宽以待人 你不能很严格去要求 自己的家人 把这些欲望放下 这个中述的存心很重要 不然家里会有纷争 牢上有讲 你学了佛之后 家里反而有冲突了 这个学错了 尤其精神层面提升 师长讲 世卫哪有法未浓 真正念佛 念到有法喜 称明即是欲光时 称阿弥陀佛明的时候 佛光就到了 身心清安 珍重此时莫空过 万得鸿鸣 能灭重罪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无量光寿 如来世尊 光明普照 十方世界 众生有缘 欲失光泽 构灭善生 身意柔软 大家念佛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身意柔软 所有几股 莫不羞耻 一切忧恼 莫不泄脱 我们念佛 读经 听经 听出法未来 慢慢这些欲望 就能淡了 但很重要一点 不能剑断了 熏悉不能剑断了 念佛诵经不能剑断 不然那个力量就会大打折扣了 古人很有经验 他说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依承得自己的经验 不用三天 一天就不行了 包含忘了提洗牢 上的教委 在境界就做不了主 那不离经教 每天熏悉 再来他有提到 怎么面对别人负面的经历 我们用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的态度 来面对 人家负面的经验 也可以我们迎以为戒 就不会犯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性格 在面对事情的心境 陈德当时候 二十年前 要到海口 推广传统文化 父亲也有说 你做这件事 可能一千个人 能做到 可能一两个人 那跟父亲有沟通 那我可以跟这九百九十八个人 了解 他不能成功的原因 那我避开他不犯嘛 这一两个是怎么成功的 我效法他 那我铁定能做得成嘛 那我也不会因为九百九十八个不成 然后我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个我们也要学阿弥陀佛 你看阿弥陀佛 他看得十方活过度 不好的他 不好的他不娶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人生遇到好人坏人 好事坏事 通通 是我们的善知识 我们都能从中得到启示跟提升 所以心态很重要 佛门很重是表法 华言经末后 最重要的主人翁 就是善才同志 诸位同修善才同志是谁 是自己 当然我不能勉强你们做善才同志 因为善才同志是表当身成就的修行人 我们想不想当身成就 那我们得像善才同志 善 善根 财 福报 德能 因为善才同志 他的心态很好 他在面对一切人事物 他的善根 福德 一直提升 所以他五十三三参到最后 他就成佛了 那他最可贵的心态是什么 就是只有他是学生 所有一切静缘都是老师 都来成就他的 所以我们中华儿女 为什么接受大臣佛法那么容易 因为很多心境 孔子都教过我们 孔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施焉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那孔子这一段话不是在一切境界都提升自己吗 好 这个是谈到 这个是谈到格物 又有一个同学提到了 觉得自己最严重的习气就是傲慢 看不起人 曾经尝试过 用经典以及祖师大德的训诫来对峙 例如印章讲的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 实是凡夫 是最常用的一句话 但是发现了作用不大 压制不住自己的傲慢念头 可不可以传授一个可以对峙的方法 老和尚讲 试依法 其中有一个依了意不依不了意 师长解释 什么是了意 你用了得利 当然这个得利不是一时得利 是长久得利 那这一部经 或者这一句经教 这一个方法 就对自己有帮助 那请问大家 对峙傲慢的经句 或者牢上的教诲 多不多 我看不止一句吧 但是你看哪一句 你提起来的时候力量最强 比方说你跟老和尚的缘很深 那你就在教室当中 或者在你住的地方 挂老和尚的照片 你一看老和尚 老和尚这么谦卑 我还傲慢 你惭愧心 就起来了 得比于上 则知此 欲比于下 则知足 所以我们德行 要跟老和尚比 跟佛菩萨比 提起这个念头 这个邪念 正念现前 邪念就污染不上 包含我们真的了解到 这个贪嗔吃慢 障碍自己的法身慧命 这个要格物 要格斗 要对峙它 傲慢是称慧的核心 这个要下大功夫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要恢复冥冥德 要从格物的功夫 那从老和尚 教的十六个字 下功夫 那我们烦恼轻 智慧就长了 物格而后知智 这个知智就是 智慧有增长了 有智慧 懂得关照自己了 知智而后 意就能成 意成 心就能正 在大学里面 提醒到这个 意成 所谓 臣其意者 物质其也 就不能骗自己 这个是下在 臣意的功夫上 我们前几天 有提到一位主人翁 愚静一功 他是 突破不自欺 的一个榜样 因为他 四十七岁 穷困潦倒 他给上帝 写书文 后来 因为他 对 赵神也 比较恭敬 所以赵神也 到他们家来 提醒他 提醒他的时候 他没有马上 接受我 因为赵神也 提醒他 义恶太重 所以我们修行 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念 出修 专物虚名 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而且 赵神也 具体跟他说了 你说 你们杰文昌社 强调 放生 没有一次 是你主动的 你都是人家发起的 你才跟着去的 而且你们家 还绑着螃蟹 在厨房里面 你不是发自 内心的慈悲的 再来 你说习字子 你都是看到有人 然后你就捡起来 那你就说 哎呀 善人 你都是 图那个名的 你自己 教私属的时候 孩子们 这个子不珍惜 贴在墙上 你也都没有 自止 再来 口过 你的口才 很好 你在讲的时候 去挖苦 别人 清慢别人 你自己的心 也觉得不妥 可是你忍不住 蛇风所及 触怒鬼神 还有 戒邪淫 你只是 没有那个缘而已 你看到漂亮的时候 你的心也是 控制不住 假如你真的有那个缘 你能保证 跟柳夏慧 跟鲁兰子 他们一样吗 那 专物虚名 都做表象了 而且还满子 愿由 独逞上帝 内心里面 还是有很多 抱怨在 那上帝 已经 派使者了 看了你一整年了 你没有一件 善事了 只看到你的贪念 淫念 嫉妒念 贬极念 高级悲人 傲慢 一往其来 这个是愚痴了 不能安住当下了 都是想着 未来 能不能好一点 恩仇报复念 都很容易 记恨别人 充满你的内心了 你逃命都来不及了 你还求什么福呢 听到这里 他才跪下来 忏悔 所以 是 赵神也给他 分析的 这么细 他才承认 所以真正 不骗自己 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真正 面对自己的问题 还得下很大的决心 愚公他跪在观音菩萨像面前 发愿 愿善念永存 善力精进 躺丝毫至宽 永堕地狱 他发这么猛的心 才慢慢把这些习气扶住了 好 这个是 一成 就不自欺了 然后心正 那这个是明明德的功夫 我们接觉就能 身修家旗国制 天下平 那在心方面 大学里有讲 身有所愤智 不得其正 不能起情绪 起诚会 身有所恐惧 不得其正 我们现在有没有 害怕的事情 不管是过去 还是未来的事情 还是当前要面对的 这个有 同学也有问到 自己很害怕 当前面对的 一个长辈 他就提到了 学生遇到一个常常见面的长辈 他虽然心很好 但他总是猜测学生的想法 而且很多时候 都猜得很奇怪 都是学生根本想不到的负面想法 学生尝试过沟通 但这位长辈会想得更多 反而更添误会 因此学生在面对这位长辈的时候 就不能平心静气 心中藏身烦恼 并且对这一位长辈的 并且对这一位长辈的恭敬心 也日渐消退 请问学生该如何面对这位长辈 如何对这位长辈能够保持恭敬心 当然我们读着这个问题 我们要入到这个问题里面去 首先我们当父母长辈 也不要乱猜测学生孩子 因为你猜得不对了 他也会很难过 那当然我们是晚辈 我们面对这个境界 我们有一个烦恼蛮强的 就是别人不理解自己的时候 自己就很难受 所以论语有教 不换人之不己之 换不知人也 别人不理解自己 我们不要难受 因为那个是情绪 别人甚至误会自己 我们能包容 误会自己 骂自己也不是坏事 帮自己消夜战 金刚经有一段话 对我们除掉现在的烦恼 很有帮助 善男子善女人 受词读诵此经 若为人清见 我们在修行 我们在学佛 但是怎么遇到 人家轻慢我们 甚至骂我们 因为先是罪业 因度恶道 早上我们吃饭的时候 师父有讲 我们过去生造的业 很多 假如每一件恶事有体积 比方说细菌 像细菌一样 虚空法界都装不下 让我们过去生这么多业 尤其是恶业的话 那以后都要带我们去 三恶道报 可是金刚经讲 已经世人清见故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所以师长为什么 毁谤他的人 老后上给他立牌位 讲完经给他回向 因为老后上讲 他帮我削过去很多的业 所以被长辈误会了 我们用经教 理得心安 也不是坏事 那当然有可能 这个长辈有可能 他看得也没有错 可能我们当下还没体会到 反正我们转念 转成正念 静下心来 或许也能够感觉到 那个长辈 对我们的提醒 我们心中有法 在境界当中 就不容易生烦恼 所以 学佛就是用真心 真心 古代的说 用心如静 我们静来不拒 静去不留 这个事已经过去了 不要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这个长辈还没来 你不要紧张 不要担心 就在这些境界当中 念自己的心 怎么保持恭敬心呢 我们只念这个长辈的好 只念他为我们的付出 念他的恩德 只念他是弥陀 他有自信弥陀 不要把 他对待我们 我们所产生的这些情绪感受 不要放在心上 这样 这个恭敬心 我们就容易保持了 好 所以身 不要有恐惧 不然不得其振 身有所好要 我们有贪爱的 也会不得其振 身有所忧患 也会不得其振 这四句 我们常常在一切境界 观照 这个心就能越来越用的振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因为这个主题 还没有交流完 所以想我们 后天 后天的课 我们还继续讲 修身为本 教学为先 然后大后天 我们才 交流老和尚 落实六大 成就圆满 这一个开示 我们来学习老和尚 这个法身设立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